大陸央视新闻战机对抗 旁白说这是最近 在中国大陆东南部地区的训练 我们要求对抗空域随机分配 出击方向也不做限制 战斗警报 另一段画面是中共海军演训 一连三天各式火炮射击 据称地点在南海 发射 除了播出先前的片段 大陆海事单位也宣布 在辽东半岛以西海域又有新的演训 8月15号60至8月21号18时 将在渤海北部部分范围内 执行军事任务禁止使用 一连串演训 解放军没有说明具体内容 中国驻美大使馆则在14号批评 美国又有议员访台 是再次证明美国 不希望看到台海局势稳定 不遗余力挑起两岸对抗 干涉中国内政 另一头 中国跟泰国空军第五次举行的联合军演 也在14号正式开幕 此次联训是中泰两国空军第五次开展联合训练 旨在增进中泰两国空军互信和友谊 深化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据法刑社报道 泰国从2017年起就成为最早购买中国军备的国家 这次恢复因为新冠疫情而停办两年的联合军演 却挑在区域局势紧绷时刻 格外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关注 而在台海 国防部公布 14号又有22架共机扰台 其中11架渝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 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任务基建 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 TVHN张志明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